欢迎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如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过于注重自己的利益 最后反而对于他人与自己两方面都造成伤害 声闻远绝 由于没有升起利他的信念 所以并没有办法成就佛国 也就是说 只有单单为了自己的利益 做事情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过患 慈悲是净除热火、烦恼、构障、积聚福德、智慧资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他是敬业 集资法文中 极为修盛的羞耻 十九世纪的大成就者巴主仁婆切说 有菩提心是最熟盛的 没有菩提心的话 就失去了方便 没有一尊佛 没有一尊佛是不具备菩提心而能成佛的 过去的诸佛 依止菩提心而成佛 未来的诸佛 依止菩提心而成佛 现在的诸佛 同样也是依止菩提心而成佛 如果你不具有独提心的话 无论听了多么深奥的佛法 都仍然是不完全的 不具足菩提心的人 对空性的了解也不可能圆满 就像阿努汉没办法成就佛国一样 有些人只注重新的某一部分的小小产地 而不修养菩提心 这就像是没有看到大海 却只注意没有走过的脚印一样 菩提心是入大乘教法的主干根本 是佛所说一切教法最精髓的地方 修行道路一开始的关键 就是菩提心 要生起菩提心的开始依止是悲心 就好像是母亲爱自己的独身子女 所生起的种种照顾之心一样 是不由自主就生起的悲心 我们也要以这种方式 对一切众生生起无量悲心 因为悲心是利他而没有想到自己利益的 菩提心 就是以自利利他作为处事的态度 希望一切众生 皆从轮回中解脱 远离痛苦 并且得到究竟的佛果 这个心愿就是菩提心 婚姆仁波切 在《菩提心赞颂宝剧》里说过 如果要在世间上 讲人人都喜欢的谈话 那一定就是具有菩提心内容的话 真正的爱是自卑心 每个人心中都支付着爱的种子 人们可以引导这个种子滋长 甚至开花 爱应该是慈悲心 一种深刻的情怀 学习慈悲心 最有效的方式是 设身处地地 为别人想 尽量为对方感受与设想 做到私其所思 感其所受 理他有两种层面 爱别人并不表示 我们就要忘掉自己 当我们说 我们应该要有慈悲心时 也不一定就要牺牲自己 才行 愿意愿能够幸福 是所有生物的同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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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生物都是因这个祈愿而出生 祈愿能够幸福 而你我都具有同等的权力 希望这个祈愿实现 我们全都有一位母亲 带到这个世上 我们全都有这么一天 必须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之中的每一个人 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幸福 没有人会祈求不幸 因此 我们所面对的众神 跟我们这个人完全一样 没有任何不同 我们每天修行 所做的便是这些练习 练习加强 能与发挥我们的同理心 世身处地为人着想的能力 是培养爱的能力 是培养爱的能力的必要途径 这不但需要技巧 也要求许多勇气 我们对于朋友 和所爱的人 人的感情 都掺杂着一种执着 因此 我们的目标 仍是要培养一种 对一切众生毫无偏执的感情 我们不算的能力 偏執的感情 即是一种对一切众生 无值无称的平等观 我们常觉得 喜欢亲近某一些人 而对另外一些人 则保持远远的距离 要修习平等心的一个方法 最初便是开始观想 这些此生既无助亦无害于我们的人 在这些对我们无助亦无害 甚至没什么关系的人身上 做平等观的学习 若有任何贪爱或称念生起时 也比较容易执行 以此种方法观修一阵子之后 我们再开始以朋友或亲人 为观修的对象 接着是仇敌 然后再慢慢衍生于更多的重症 无论身心受到任何伤害 佛陀与其法子 菩萨都不会升起成怒心 他们不会因受到激怒 而起报复的念头 吉天菩萨曾如此理在 拥有珍贵书胜之利踏心的人数 两相比较之下 美善俱德之念 将产生极丰盛的善果 即使在逆境与苦难当中 菩萨也从不造恶 他所有的 便是日日增上的善年与善行 当阿底霞尊者 在决定如何做 才能为众生 带来最大的利益时 他的上师和本尊 所给予的肇事均显示出 他应该全心奉献于展开利他之心 通常 我们最大的障碍 是贪欲和称怒 这点可切由平等心加以破除 若无平等观 我们便会受到偏见和执着的染污 导致我们所生起的任何爱和慈悲 都是残缺不全的 平等观 可以消除我们 由于不断分别 批判 而生烦恼 作恶的习性 在我们能以平等的方式 看是一切众生之前 我们一定要利用平等观 把在心中 由于贪欲和称怒 所生的偏执扶贫 当我们能对朋友 仇敌和无特殊关系的人 培养出平等观世 那么 要将心延伸于一切众生 便会成为一件很容易的事 只要能生起众生平等的念头和心愿 哪怕只有一瞬间 也都是一件非常珍贵 且值得的事情 我们必须用方法对治烦恼 让已生起的烦恼止息 为生的烦恼 从无机会生起 通常我们以不静观 对治贪欲 以慈悲 对治称念 我们必须持续如法对治他 让自己在以后碰到 任何恼火或贪欲的对境时 心中不再起灵意 一个人 若想过得最大的安乐 便一定要培养慈悲心 慈悲 是指放下自我 完全地消除自我 不论我们在谈慈悲时 听起来有多顺利 我们都必须经由实修 才能真正去体肤它 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自己 我们要以智慈悲 向你关照真正的我 是怎样的一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给你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新的一年开始 特为护生园区所有动物 起见梁皇消灾祈福法会 恭请慧姓法师主法 日期1月22日到1月27日 时间每日下午1点开始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备注 1.欢迎为家中宠物登记回向 2.亦开放重病者及广生百日内广者回向 3.因场地关系没有设立实体排位 请上台南分会网站登记 4.请全程戴口罩 十倍日夜 花莲中心举办 21度亩 四曼达拉 消灾超度法会 恭请佛学教授主法 日期1月29日 星期日 时间下午1点半开始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问心与心性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心是形成的思想 心性是离于思考与作意 当你体验到此一本质 就是你的相续时 便中断自心的意念活动 并认其如是而为 无作意 且如它的本然状态 这个离于任何作意 极静且鲜活觉醒的状态 是自然清静自心的要诀 请问骗鸡 与骗鸡式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在骗鸡中 骗指的是来来去去形成概念的念头 鸡是与法身相合的基本了知 因此 因此是除藏善恶习气的容器 骗鸡式是从骗鸡激起并升起为念头的心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绝授时 让你无作意的本然状态 你真实根本的自信 不受思维干扰 平静地保持着无念与鲜活的觉醒 认知此为骗鸡与是两者的本然状态 也是事物的自信 因此 这是自然融入法身的要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心事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达到 心是思维的基础 心事是所有可能发生的念头活动 是促使心活动的风袭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而体验时 不要被挑起情绪的风袭所闪动 而是让心保持无念 不由任何体性所构成 就有如苏油灯中不为风冻的火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